A股明日风口 太白粉迎来新一轮涨价潮 多加上市公司上吊产品价格 12月14日消息 行业利好密集出台 有八大板块有望成为A股明日风口 12月13日 联敏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设计 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 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 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支持金融科技依法规范发展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规划提出 到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建成海洋高端产业集聚 海洋科技创新引领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和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四类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半区10个 打造五百千亿级以上的海洋产业集群 企业积极布局护态电池 有望2030年实现产业化 为推动上海国际航命中心 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建设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和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芯片区 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 经交通预输部批准 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国际集装箱 班伦公司的飞舞星旗国际航行船舶开展大连港 与上海港阳山港区之间 以上海港阳山港区 为国际中转港的外貌集装箱 沿海捎带义务试点 试点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 国铁集团持续推进 京东明春发电供暖用煤玉书宝供专项行动 电煤发送量保持高位运行 引保监会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持续完善稳低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 加大对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